在葡萄牙可以听到发读 你在有华人的地区 你可以听到中乐的演奏 但是中乐与发读这种结合 恰恰就是只有在澳门独一无二的 这个就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之下 传承之中产生的一种创新的成果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前夕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 接受了中西社记者的专访 澳门回归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创新 是他提及最多的内容 穆欣欣说 虽然经历了葡萄牙政府的长期管制 但中华传统文化 一直都是澳门多元文化中的主流 回归20年来 特区政府致力于用贴近百姓的方式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目前澳门有包括乐聚 鱼形最农结 妈祖信俗等在内的15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这一天 大家都可以在街头看到古醉龙 这一天老百姓会排长长的队 去领这个龙船头饭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这种形式保留下来 它跟更多的市民大众去发生联系 这样全城的就会有一种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实它是有一种 坚守的信念在里面 穆欣欣介绍 回归后澳门加大了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 20年来澳门文化局对历史建筑进行了分批火化 叶挺将军故居 孙中山曾行医的中西奥局等建筑 经过修复和火化 对外开放 让市民游客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由八个广场和22处建筑物组成的澳门历史城区 在2005年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汇融合 澳门人和历史文化的亲近 从中都可见一斑 我们的澳门历史城区 它虽然是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它不是孤立地被保护起来 而是澳门的居民每天在这里边 和它共生共存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澳门的历史城区里边 就是说历史也好 遗产也好 让我们感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就是一种日常 我们跟它很亲近 回归以来 澳门和内地的文化交流日益频密 从1999年开始 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每年都会合作举办特展 让澳门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看到紫禁城的宝贝 2019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 让澳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和联动 更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 也给澳门了新的机遇 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 这样一个双向的互融和交流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澳门这个平台 把普与西国家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成果 带进大湾区 去丰富人文湾区的建设 木星星回顾到 澳门回归后 国家除了在抗击非典 风灾后恢复生活秩序等困难时期伸出援手 也在政策上给予了澳门很多扶持 澳门人其实是蛮感恩的 所以在回归20年的立场之中 发展到今天 我们经常会想的一个问题是 怎么样用澳门人的力量 去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海上丝绸之路的深移工作 澳门能够加入26个联盟城市里 用大家共同的力量去推进这项工作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印证 木星星说 未来澳门应继续发挥多元包容的文化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做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